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下午要安裝的車種別是Toyota FT86 這台車在台灣銷售的狀況非常好 而且改裝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那今天的車主剛好是好朋友 它的輪胎鋁圈甚至底盤類 其實已經有稍微做一點強化了 譬如說鋁圈的部分跟輪胎有改了225 40 18 這個是F1的接胎口碑還不錯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後避震器 還有前面的離載串 上座的部分它的後面的避震器其實行程還蠻短的 所以這台車有相近底盤的車種呢 譬如說SUBARU的WRX 或者是SUBARU的前一代的那個Legacy 所以新一代代號是BN的還是BS的那個Legacy 它的後懸吊系統其實跟這個都大同小異 但SUBARU的單86的這台車呢 並不是四輪驅動 它是後驅的車種別了 所以它的懸吊系統架構其實大部分是差不多的 但是後因為車體的重量比較少 所以它的後輪的彈簧配置呢也不太一樣 一般來說我們一般的版本的話是會配置200場6公斤 那如果要舒適一點的話呢 是可以配到200場5公斤的彈簧 所以今天的話呢 前面是用一般道路的設定 後面的話為了要舒適一點點 所以後面的行程呢 跟彈簧的配置我們配置的舒適一點 後面的話是配置了200場5公斤的彈簧 那上座的部分剛剛比到的是原廠的 這個是KT改裝的部分是銀色的 這個是後面我們所附的上座 然後後面的話如果要調整車高的話呢 是從這個托盤一樣把它懸鬆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直播影片的朋友 幾乎都已經會調整了 把這個托盤呢懸鬆之後 整體的長度不是靠壓縮彈簧 是整體的長度變長之後 車高就變高了 那變短的話呢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樣的話它調整車高 高或低呢 並不會影響到乘坐跟駕駛的感覺 那鎚鎂的調整呢 是在後面的上座裡面 車友又改了Summit的拉桿 它是在側邊 這兩顆螺絲呢就是上座的螺絲 把這個內式蓋呢把它掀開之後 手指頭指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可以調整阻尼的旋鈕 順時針的話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這是後面的部分跟大家介紹 這台車應該是上個月吧 剛好有一台也是有開直播了 那一樣都是86 改裝的幅度也都差不多耶 啊沒有之前那一台是19吋的 那這個是一樣是2.0的水平對外 Subaru的經典引擎 前面的話我們有附上座 上座在這裡 所以86的前面 跟大部分的車種還蠻相近的 引擎室打開呢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我們有附上座 阻尼的調整呢一共有30段 像這個樣子 順時針的話 它就是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KT的用料部分的話 阻尼油一樣所選用的阻尼油 是意大利IP一整桶進口的阻尼油 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相當的不錯 它是從意大利一整桶進口 並不是IP授權來台灣 讓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品質呢 還蠻可靠的 業內的話應該也有很多的同業 都是使用的 都是意大利IP的油品 雖然櫃蠻多啦 但是穩定度好 所以我們一直呢 都還是使用意大利IP的族尼油 它裡面油封的部分 所選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配置的是7公斤的彈簧 86的前面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當然像這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這個的話應該都是 現在避震器廠都是標配了 不會再用束線帶的方式 那前面的話呢 它的原廠的離載線固定點 比較上方 所以一定勢必得要下移 否則它這裡的空間不夠的話 車高就降不低 所以我們都有附一個比較短的離載線 可以給車主做使用 所以即便原廠的離載線 已經快壞掉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附一個比較短板的離載線 可以來更換 前面的仰角部分 它跟一般的SUBARRO設計很相近 螺絲的話 所附呢是有方向性的 它這一顆螺絲跟頭呢比較大 這邊比較小 所以從這邊穿過去的話呢 是穿不過去的 所以它的上部螺絲呢 要特別注意 是有 左腹的時候是有方向性的 那一般車種的話 不太會有這樣的狀況 SUBARRO的車系底盤呢 就比較習慣有這樣的配置 前面的車高調整 一樣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一樣把這個地方敲鬆之後呢 從腳管往上挪 變短之後 車高就變底 那今天的車高 原廠的避震器的話 大概啦 配上225 40 18的話 大概是接近30V 嗯 大概2又4分之3指到30V之間 預計今天要降低下來的車高呢 大概剩下1指半左右 這個是有加大包的車頭 這個是 呃 Toyota在 北美特有的品牌Sion 現在不曉得還有沒有 現在不曉得還有沒有 這是右前已經安裝好了 右前的部分 電風扇會有聲音 這邊的離載串就已經安裝完畢了 本來的它的離載串固定點比較上方嘛 那改短了離載串之後呢 它的離載串相對的位置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它的前面避震器看起來也還蠻短的 啊前面 沒有傳動手 因為這台是後驅的小跑車 所以前面的話是沒有傳動手 後面的話其實就一個小爆軌 很漂亮 後面的話也有改大包跟雙出的那個排氣管 OK已經安裝完畢了 現在只有剩下左前的離載串還沒有裝好而已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比較長的這個是前面 這是前面 這個的話是後面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離載串 比較長一點點 前面這個不是 前面這個的話是早上的RAW4 這車子很漂亮 OK 以上是今天的安裝的那個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您有開一樣的車呢 很歡迎來我們工廠裡面試乘看看 那覺得產品有滿意再考慮就好了 如果對產品有任何問題 請跟我們後台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